各位, 今天这段影片很急 你今天看影片这一天, 我只是今天拍 为何这么急呢? 因为我收到一个很重要的礼物 这个礼物就是 香港就出的, 日本出了 就是Sony 40 周年Walkman 特别限量版的DAP NWA-100 TPS NWA-100 TPS 各位, 大家好, 我是郭瑞, 欢迎来到VivaSound.com 今天跟大家开箱, 有我一个很有心的朋友 知道我喜欢Sony, 喜欢Walkman, 什么都好 特意送一个礼物给我 今年40周年Walkman 特别限量发行的DAP 价钱不是很贵 但是意义深重, 很多东西玩 我们不要说了, 我们先开箱 纸盒, 很小 HIRES, LDAC, S-Master HX Bluetooth Wi-Fi, MFC APTX HD Made in Malaysia 16GB 我看到有保动性 好了, 开箱了 这个 这个是一套 这个才是玩家 我们先拿玩家 很小 比较想象中小 这套这么大 下面有一条线 USB-C 然后这边有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应该是USB-C的盒子 这个呢? 贴纸, 总共有两张 很小 好了, 开了 你看看 这个有黑砖 黑砖和这部 NWA-100 尺寸, 你看 厚度、深度 完全不同 顶是完全没有东西的 这边40周年的Logo NFC 这个位置 这边也是没有东西的 顶和旁边都没有东西的 在这里 你会看到有开关键 有窩心键 有Play, Pause 还有跳播键 还有有 Hold 键 因为这些都是实体件 3.5mm Mini Jack 但是这里很明显是4.4的洞 但是它是封住了 为什么? 好了, 接着有一个盒子 就是USB-C 接着这里 就是有一个Micro SD的Cast Lock 这个就重要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皮套 但这个皮套 是参照Sony 的第一代Warpman 的样子而做的 屏幕是有一个App 它可以播放的时候 就像一个剪辑带在转 好了, 这个 很老实, 加了它 整部机器立刻大两圈 真的不是开玩笑 这部机器也是Android Base 好的, 接着就 语言呢 Deford 一定是日文 我手上这个是有繁体中文的 繁体中文 开始 这个是5GHz 支援 这个卡是 是辨证向上 这两个卡是进入的 好 Google Android 入E-mail 哇, 你看这尺寸 金砖 黑砖, Sorry 黑砖 精神有问题 快 Soul Android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屏幕不是很高级 但可以的 不会看到有网格那么大 行了, 行了 好 现在就播放歌 但问题是 是不是有 有了 好了 重要的时刻来了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套上 就令它变成一个Wattman 好, 搞定 基本上你进入了套之后 除了安全之外 任何东西都没问题 好可爱 它虽然是整个Wattman 你看照片可能不觉 但实际上 一个真正的绿音带 真正的CAS 带 其实是 大很多 它是小了 它尺寸就会跟CAS 带比较相似 高度很相似 阔度也很相似 这个是MDR-CD900ST 新的耳机有没有买呢? 没有买 因为这个我买了回来 我都是当装置于艺术 很少听 所以我那个就不买了 因为这个Studio Monitor 是大头, 没有小头 我们先找个转转转 听一下有没有声音 是有声音 它推力真的 不要说太高 那我们看看黎为 现在听到2496 会如何呢? 对呀, 转转了 转了METAL 带 对呀 而且它快播 会像带那样卷过去 我们看看是否有真的 对呀 真的会转转的 有趣有趣有趣 如果DSD 花佬又会如何呢? 哇! METAL MASTER 噢, 最贵的这饼 好, 先说到这里 试声就不特别试 因为要剪片 而且这个也是说 入门级的DAP 就不会与发烧级的DAP 可以双提并论 再一上, 只有3.54 大家都明白 说换味就完全赢了 就算有一堆很贵的玩家 依然是有它独特不可或缺的独特性 所以是很棒的 那, 先玩一下 有机会再跟大家说一下 那就好 这个玩家是香港有行货的 撒开就会有的 密切留意着Sony 香港的消息 我也会密切留意着 好, 我跟大家开了这个 Sony 40 周年 Wokman 特别纪念版的DAP NW-A100 开箱 简单开箱, 不试声 就纯粹在这里分享一下 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的影片 有朋友给我们点赞 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 订阅订阅 有新片出来第一时间受通知 继续看下它的转 好的, 我们收工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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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